主人陪着尊客来了 作为闲杂人等 自然应该让出位置 退避出去 所以林小竹见魏国公开始对袁天野介绍他的牡丹 便悄悄往外退了出来 他伸手敏捷 不一会儿便退出了人群 朝外面走去 而黎真宇觉得既然袁天野到了冬月 肯定会跟他与他齐名的陆坚宁相交 套交情的机会还有的是 难得见到林小竹对他态度这么好 追妻大忌要紧 见他退了出去 正想着也跟着出去 却不想他刚往外走 袁天野便叫道 李三公子怎么就走了呢 来来来 一起欣赏欣赏魏国公的牡丹 哦 好 杨公子竟然这么看重了自己 李振宇顿时停住了脚步 受宠若惊地跟在了袁天野的身边 终于把围在林小竹身边的牲口给赶走了 袁天野的心情放松了下来 开始敷衍唠叨地为国公 李小竹溜了出来的时候 见潇潇气恼地跟陆建宁说话 脚下不由地加快了速度 他可不想被潇潇抓出去讨伐袁天野 内部矛盾还是内部解决吧 可他正想往湖边的方向走 避开这边的事事非非 却迎面遇上了两位姑娘 其中一位穿鹅黄衣衫的姑娘 酸溜溜地道 哟 这不是陈姑娘吗 怎么 赶紧一步到牡丹园去守着 结果人家杨公子看不上你 灰溜溜地出来了 李小竹皱起了眉头 这位鹅黄衣衫的姑娘 名叫李聘婷 正是魏国公的嫡女 她本是极喜欢陆建宁 却不想陆建宁看不上她 却求娶了西林公主萧萧 而她的身份又不能做侧妃 注定这一辈子与陆建宁无缘 所以她对萧萧恨之入供 恨不得她马上死掉 好替代她的位置 连带着林小竹这个萧萧的义妹 也被她所憎恨 冬月国比较开放 今天又是魏国公夫人的寿臣 请了许多女客 那些年轻的姑娘 听说北燕国的杨公子来了 都跑来看个稀奇 不过都不好意思 直接跟得太近 所以见魏国公陪着杨公子 进了牡丹园 大家都装着散步 或者是路过的模样 等在这牡丹园的附近 李聘廷这话 声音虽然是不高 却也被旁边几人听见了 剧都朝这边看来 便是做人奴仆那会儿 林小竹都没有被人欺辱过 更何况是现在 她满脸惊讶地看着李聘廷 道 我听闻贵府的牡丹园不错 所以去观赏观赏 可不能未卜先知地知道 杨公子也要随着魏国公进去 真的没想到这是 被李姑娘这么一说 竟然会歪曲成这样 天呀 看来李姑娘的想法 还真的是与众不同 果真是满脑子的男道女娼 随便见到个不相干的男人或女人 都能想到那方面去 不好意思呀 李姑娘 你不要生气 我这人呢 读书不多 没有什么文采 难道女娼这个词 大概说的是不到位 不过意思嘛 就是那个意思 还请李姑娘 不要在意 旁边的一个女子 听了林小竹这话 忍不住笑出声来 见李聘廷旁边的女子 转过头去对她怒目而逝 她忙退了几步 躲到了同伴身后 不过那脸上的笑容 却是未消 这实在是也不能怪她呀 那位陈姑娘说话也太有趣了嘛 明明骂人家骂得狗血淋头 连满脑子难道女娼都出来了 却笑语盈盈 微言软语 还叫对方不要生气 不要在意 估计那李聘廷 不被那番话给骂晕 就要被她这个态度给气死 在月经贵族圈的少女中 李聘廷的身份算是极高 平时只有她欺负别人 别人只有忍气吞声的份 哪里被人如此嘲讽挖苦过 还被说得如此不堪 这话要是被传出去了 她就别想再嫁个好婆家了 李聘廷被气得脸上的通红 用手指着林小竹 怒喝道 清儿 还愣着干什么 就任由她这样辱骂你家姑娘 还不上前去扇她几个耳光 是 愣着她身边的婢女 赶紧伸上前 举起手掌 便朝林小竹的脸上给扇过来 林小竹有武功在身 哪里会被她打到 抬手一举 便轻而易举地将那婢女的手腕 给抓住了 道 哎 李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过是说了两句实话 你不要这样恼羞成怒吗 还叫丫头动手打人 哎 你这样可不行 有损于月经成闺秀们 娴熟的名声呀 这要是不巧被影王看见了 可就让她在杨公子面前 丢脸丢大发了 林小竹这声音 却是不小 估计这牡丹园里的人 都听到了 这也不能怪她吗 被人打了 情绪难免激动 这声音自然也就小不了了 李聘廷当初 不过是想嘲讽林小竹几句 本以为她会跟别人一样 忍气吞声 装作没有看见就算了 却不想还敢还嘴 而且说话那么难听 还让人无法反驳 自己一击之下 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来 看着旁边越来越多的围观的客人 再想想自己老爹 正陪着贵客在牡丹园里 即便他平时在宠自己 当着贵客丢了脸 他也不会轻饶了自己 李聘廷就恨不得当众 把林小竹给掐死去 他带要说几句狠话 就快速溜走 可这个时候已经迟了 牡丹园里面 哗啦啦地涌出了一群男人来 看到袁天野最先出来 林小竹的嘴角就不由地翘了翘 他承认他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故意大声地说话 把袁天野给引出来 如果这个男人连自己女人被欺负了 都不敢当众承认他跟他的关系 那这个男人不要也罢 至于他如何解释自己的未婚妻 从北燕人变成了冬月人 又为何化名为晨曦 那就是他的事了 谁让他做了让他不高兴的事呢 怎么回事 魏国公是主人 而且试涉自己的女儿 人还未走出门 就大声地问道 爹 李聘婷一见魏国公 就眼泪汪汪 换上一副可怜楚楚的样子 带着鼻音 道 爹 没事 我跟陈姑娘发生了点误会 大家说话声音大了一点 没事了 说完又对李小竹服了一服 抢起出一副笑容来 陈姑娘 对不住呀 刚才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还请你多包涵 咦 这姑娘倒是个人才呀 不愧是深宅大院里出来的姑娘 手段果然不简单 由她这么一道歉 就把刚才的事遮盖过去了 还在客人面前 唠了个大肚的名声 自己再闹 就成了不知进退了 即便是魏国公 事后得知了详情 也只会恼她林小竹 羞辱她魏国公的女儿 让她当众丢了面子 而不会惩罚于李聘婷